圣诞节是分享喜乐,分享祝福,分享平安,分享爱,关怀,分享礼物的时刻 这个圣诞节你希望得到什么礼物 在2000年之前,第一个圣诞节有许多人他们错过了第一个圣诞节 许多繁忙的政客他们错过了圣诞节 很多忙着赚钱的人他们错过了圣诞节 甚至很多宗教领袖他们也错过了圣诞节 所以那些他们心中有一个期待,那些真实的寻求者 在圣诞节那天他们找着了,今天我们向各位介绍的那位救世的君王 那天当天使像牧羊人在旷野,有牧羊人在牧羊 天使像牧羊人说,你们去,你们去,在马超里面 你们可以找到那位救世的君王 牧羊人就说,我们去吧,我们要去看见神的救恩 远方有好几个博士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弟兄所演出的那个博士 博士就是这些聪明人 那有星星向他们显现 他们说,我们要去寻找那位救世的君王 所以他们就去寻找,他们就寻见了 实际上对这些博士没有特别的多的解释 那基本上我们对他们不是很了解 可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他们可能是天象家 天文学家他们观看天上的星星 可是有一件事是我们知道的 他们是真理的寻求者 他们寻找真理,他们要寻找这位救世的君王 当他们寻找,他们不顾一切寻找的时候 他们就找着,找着这位救世的君王 这个圣诞节你在寻找什么 这个圣诞节期待找到什么样的礼物 那实际上有个最有大的印象就是 寻找就寻见 神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寻找 我们就可以寻见 这些年各位有没有留意到 台湾越来越注重我们的圣诞节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过年比较热闹 圣诞节只有基督徒在庆祝 可是这些年连全国都在庆祝圣诞节 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为我们心爱人 所买礼物的时候,我们却忘记 2000年之前,有位爱我们的神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也许你们没有留意到 在这些年间 普世信有许多大的问卷调查的机构 他们在做,像全世界人在做问卷调查 他们发现 这个时代的人慢慢慢慢 越来越多人对心灵的事 对属灵的事越来越有兴趣 人开始问 一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里 我在活着的时候 那个生命的目标 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人心中在问一个问题是 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照顾者 而这个照顾者是什么样的照顾者 这个照顾者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人有这个想法 其实是神把这个想法放在我们心中 所以人里面有一个渴慕 有渴慕真理 要认识真实 生命意义的一个渴望在我们心里面 那有一些人 2000年之前有一些人 他们想解决心中的答案 所以他们去寻找 牧羊人他们去寻找 他们就寻见那位救世的君王 博士们他们去寻找 他们就寻找那位救世的君王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 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圣诞节更适合我们去寻找这位救主的 今天早上 你寻到吗 圣经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说 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寻找他 就可以寻见 神应许我们 如果我们寻找这位救世的君王 我们就可以寻见 而且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寻见这位救世的君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三个最棒的圣诞节的礼物 像我用你的神跟各位分享 这哪个 当我们寻找到这位救世的君王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礼物 第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得到赦免 我们可以得到饶恕 那天当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 告诉牧羊人说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是关乎世人的 因为今天在大会的城里面 为你们生了救主 在大会的城里面 为我们生了救世主 他还是要拯救我们 各位弟兄弟们 各位朋友们知道 耶稣基督降生 救世的君王降生 他虽然是一位君王 可是他来 是要拯救我们 他不是来吓我们的 可能在座 有些我们的朋友们 你还不信耶稣 可是一定有些人 基督像你传过福音 传过耶稣 对不对 他们会说 哦 我要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 你会下地狱 那希望各位可以谅解 他们的心理是好的 可是他们讲法不是很好 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 耶稣来不是要吓我们 耶稣来不是要惩罚我们 耶稣爱我们 他来 是救世君王 要拯救我们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来跟各位分享 有一个地方叫天堂 天堂是一个完全的地方 天堂是一个没有瑕疵 天堂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神期待我们 各位知道 作物者上帝他创造我们 不只期待我们在地上活 在这个地球上活了 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 以后就没有 不是 神期待 害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在座每一位 一直在永恒里面 可以那么幸福快乐的 跟神永远活着 但是问题是 天堂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天堂是一个完全的地方 天堂没有任何的瑕疵 天堂没有痛苦 没有眼泪 没有疾病 没有死亡 天堂没有嫉妒 天堂没有纷争 天堂没有吵架 天堂没有贪心 天堂没有仇恨 天堂没有罪 天堂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是个不完美的人 是不完全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 为我们预备的天堂 其实神造我们 其实神 我们是完美的 神造我们像他一样 但是问题有一天 罪进来 所以我们就不完美了 也许你听过原罪 原罪就是 我们一生下来 我们就是个罪人 那个罪的本性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罪 罪你知道 身上说罪就是 就是不像神 活出那个生活 态度不像神 比方说 嫉妒 我想你我都会嫉妒 嫉妒叫我们不像神 因为神永远不嫉妒 我们讨厌人 我不像神 因为神不讨厌人 从永远不讨厌人 我们贪心 贪心是罪 因为神不会贪心 我每个人 我们都必须承认 我们都会贪心 对不对 贪心就是 贪心就是我有了 可是我觉得 不过我还要更多 我甚至要那些 不是我的东西 那就要贪心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你会常常碰到这种事 碰到这种人 对不对 我跟我的太太 我们 我最大的娱乐就是 一段时间 我就去那个好事多 Costco去买一些东西 看一些东西 哇好多 我就买一些买一些 我就很快乐 而且我喜欢吃那边的热狗 吃过那个热狗吗 50块 哇很好吃 60块 60块 而且有可乐 你可以随便喝到饱 我每次很喜欢吃 那是我的享受 可是我每次去 我就会很生气 你知道为什么 我就看到我们的同胞 你去过吗 Costco他们去买热狗的话 你可以免费的什么 番茄酱啊 芥末酱啊 还有那个洋葱啊 那个rallish 那个双花瓜 都可以配好 你可以随便用嘛 是不是 可是总有一些人 他们吃完热狗 他们就拿个盘子 用带很多的洋葱带回家 有看过吗 我每次都会看到 而且有些我们的同胞们 他们就会 Costco很大方 他们就会预备刀啊 叉子啊 塑胶的 你吃一个热狗 你一个刀叉就够了嘛 可是总是有人吃完以后 就带了一把刀叉 就放在口袋带回家了 墙里边 前两个里边 我看了一个阿巴掌 他用那个参金纸 大概这么厚一纸 放在口袋里 要带回家了 我就跟我太太说 真好贪心的人 是不是 你有留意报纸吗 电视新闻 前两天有一个太太 她真的很贪心 贪心让人昏了头 她 她有统一发票 统一发票 很巧 她能统一发票 中了一百块 两百块 问题是 插了两个号码 就中一千万 这位太太就 不知道哪里 就隐隐两个号码 就贴在上面 她就去领 可是因为那说法太粗糙 就马上没人发现了 贪心 我不是要取笑他们 因为我知道 其实我也很贪心 只是我跟他们 贪心不太一样了 我有时候提到 我有两个好朋友 我两个高中 同学 我们一起长大 我们到今天还是有联络 偶尔我们会在一起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台湾 我们就有时候见面 那这两个同学 他们 他们都是做生意 而且生意做蛮大的 我一个同学 他开鞋场 鞋场在大陆 那他就是 有时候他就 他开车带我下 他的车是BMW七字头的 董事长嘛 开七字头车子 前两天他就跟我说 这个车子旧了 我要换一个新的 他就换一个保时捷的休旅车 那我另外一个同学是在 他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对我生意 他是 他就是 几天以前有一次我去到美国 回到美国去 他就带我开 他开一个奥迪的车 奥迪的车 那个车子台湾是没有进口 这是很很贵的车 可是后来 前几上个月 他来 他就跟我说 五年了 我车子五年了 我就救了 我换一部新的 开车弟兄 你喜欢车 男人都喜欢车 对不对 你知道台湾最近开始慢慢比较进口一个这辆Massarati 意大利的跑车 我上网看那部车在台湾要卖八百万 虽然我太太笑他们两个说 那两个老男人根本还装年轻 还能够抓住青春的尾巴 开那种年轻跑车 可是我跟各位说 我心中其实想说 如果给我我还是要了 贪心 我的车虽然老 可是还不错 还是可以开 可是也许 也许 各位在座都比我好 都比我属灵 比我不贪心 可是问题是 各位你知道 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知道神要求我们一百分 才能进入天堂 我前面一点 我说我大概六十分 勉强可以七个 可在座 各位都比我好 你可以有八十分 好不好 八十五分 而且有些人他们真的道德很高尚 他们真的不错 像那个特勒萨修女 他可能 给他九十分 圣使徒保罗 他九十五分 太属灵了 太棒了 可是弟兄姐妹 他们还是没有好到一百分 足以让他们可以进入天国 神要求我们是百分之百 完全像他完全一样 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世的原因 他来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习近我们一切的罪物 把救恩赐给我们 救世君王来 要带我们 因着他完全的救恩 总救我们可以有一天 进入神我们预备的国里面 这圣诞节最宝贵的礼物 而我们要怎么样预备 领受这个礼物 其实很简单 接受基督信仰很简单 你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 我们虽然觉得保罗很棒 九十五分 可是你知道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我不过是罪容中最坏的罪人而已 没有人可以救自己 靠自己进入神的国里面 那如果你游泳 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快要溺水的时候 他在挣扎的时候 救生员受过训练救生员 他这个时候不会跳下去救他 因为那个人会抓住救生员 两个一起都溺死了 救生员会等到这个溺水的人 挣扎 完全没有力量以后 他一点力量都没有的时候 救生员就下去 把他救起来 救恩就是这样子 当我们还在挣扎 想要救自己的时候 我们想要用道德 想要用功德 想要用金钱来得到救恩的时候 神是没有办法救我们 一再有一天我们放弃 我们所做的就是神 我相信 我接受你为我预备的救恩 我接受你为我拆来的这位救世主 我们就可以得到拯救 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里面 感谢耶稣他来 是要把赦免赐给我们 这是我们所得到最重要 第一个礼物 好不好 圣经上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说 凡相信耶稣的人 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名 可以最得到赦免 可以得到救恩 可以进入神的国里面 第二个 我们寻找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礼物 你可以得到平安 真实的平安 那天天使像牧羊人说 救主要降临 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而平安归给地上 他要说喜悦的人 神喜悦我们每一个人 在座每一位 包括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们 虽然你还不认识耶稣 可是耶稣认识你 耶稣爱你 神要把平安赐给你 我们对平安 我们都喜欢平安 我们都喜欢平安 我们都希望得到平安 可是因为我们对平安 真实的平安的意思解释出 我们不了解什么是平安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有一个好的工作 稳定的工作 我就平安 我有很多的钱 我就平安 我有一个家庭 我结婚了 那我就会平安 我有学 我有地位 我很受人欢迎 我就平安 可是我们都说那不是 真实的平安是什么 真实的平安是从神来的 真实的平安是知道 神爱我们 这位救世君王爱我们 他的爱永远没有改变 他永远不会抛弃我们 当我们在高山低谷 在困难当中的时候 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的帮助 他总是帮我们度过 我们所有的难关 让我们有勇气 面对我们所有的困难 这就是真实的平安 而这个平安是救世君王 他要赐给我们的 有三天四天叫我们不平安 就是罪 一个人如果有罪 有罪就感 我们就不会平安 对不对 可是耶稣基督他来 洗净我们的罪 叫我们有平安 第二个叫我们不平安 就是痛苦伤痛 如果你遇见什么 重大伤痛的事 你心里就不会有平安 过去一年当中 或是过去一年里面 也许在这我们的 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正在遇见 像你伤心难过的事 今天早上我跟各位报告 这位神关心你 就是主关心你所经过的一切 他关心你所受的痛苦 他要帮助你 他要安慰你 他把真的平安 赐给你 第三个让我失去平安 就是苦毒 苦毒就是我们过往 我们受的伤害 可是我们不要 那个伤害过去 自私自体经过五年十年 我们还在为 那个手受的伤害痛苦 我们心中因着这样子 我们就埋怨 我们就有仇恨 我们不愿意让这些事情过去 我们就没有平安 耶稣来 耶稣来 他要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苦 因为我们做不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圣诞节宝贵 就是君王降生 他来帮我们做到 耶稣自己说 你们来跟从我 你们来向我学习 我就把真的平安 赐给你们 他所赐的平安 是世人不能夺去的 他所赐的平安 不只是身体的平安 而且是心灵里面的平安 第三个 我们来寻找耶稣基督 可以得到的礼物 是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我们都知道 在地上有一天 我们都会死亡 对不对 一百年以后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我们都不在 我们都会死亡 可另外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生命不会停止 这个生命会从到永恒 跟永恒相比 我们地上的时间很短 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死 可是重要的是 死亡以后 我们在哪里度过永恒 圣经告诉我们 怎么样预备永恒 有一天我们都会遇见这位神 有一天我们都会遇见永恒的问题 我们怎么预备自己 进入那个永恒里面 我们要在哪里度过永恒 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 神创造我们 预备我们有一个心要 询问这个问题 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祂是一位救世的金王 救我们的君王 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而这个永远的生命 是在祂的儿子 就是这位救世的金王 耶稣基督里面 仍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有永恒的生命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神愿意把永恒的生命赐给 在做每一个人 神喜欢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永恒里面跟祂一起度过 你在寻找什么 各位好朋友 各位我们所爱的家人 弟兄姐妹们 其实不是我们在寻找神 神在寻找我们 神拆祂的儿子来寻找我们 耶稣基督说 我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神拆祂的儿子来 帮助我们明白 认识祂是救世的君王 祂成为一个人 为什么成为一个人 祂为什么降生 没有降生在纽约大城市 祂降生在一个 伯利恒的马槽里面 就是让我们可以明白 祂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祂是救世的君王 耶稣基督降生 拯救我们 不管你是谁 男女老幼 主爱每一个人 主把那个最棒的生日礼物 圣诞礼物赐给我们 祂的生日礼物 赐给我们 奇妙的救恩 如果有一个人送给你一个礼物 那你没有接受 或者你拿了以后 你没有拆开那个礼物 那很可惜 送你礼物的人会有点难过 那你如果错过那个礼物 你就很可惜 找到第一摊 我讲到这边 我突然想到说 三年以前 两天以前 大概是我的同工 郑江 孙英他们送过我 跟我太太两张礼卷 餐卷 因为太忙了 我们也没有时间 后来我就忘记了 有些人打开 出离发现 那是六幅皇宫的 四路餐厅的礼卷 后来我发现 那一张礼卷 一张1500块 可是问题是 已经过期了 我为那个礼物 难过了好几个月 可是留宝宫不许还好 2000年之前 神我们预备一个 最棒的圣人礼物 你拆开那个礼物吗 你接受那个礼物吗 如果你没有拆开 你没有接受 上帝会很难过 而且你错过那个礼物 多么可惜 今天是一个最棒的时候 最好的时间 如果在座我们的朋友 我们所爱的家人们 趁着我们的机会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你的救主 这位救世的金王 成为你最棒的圣人礼物 神为你预备的一切恩典 祝福 要领导每位身上 好吗 上帝祝福每位 谢谢